第269章 玉麦 玉麦 钟瑞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伤前紧走了几步 几乎把脸都贴到了岩石壁上 全力催动眼中灵气向岩壁看去 顿时 大量的灵气从岩壁内蜂涌而入 岩壁被灵气一层层的剥离开来 纵深十米之内的行星 完全出现在了庄瑞的眼前 那一块块包裹在由岩浆形成的花岗透闪山石岩内的玉石 清晰的映入庄瑞的眼帘 就在这十米深的地方 大如墨盘的玉石就有五块 其重量应该都在一吨以上 而且通过观察着透闪石岩 庄瑞可以断定 这石岩是往里延伸的 也就是说 这里的确是一处玉石的矿脉 昆仑山有玉脉 这是几千年早已经被证实了的 在靠近河田的昆仑山中 大大小小的存在着数百个玉矿 这些矿点都是玉脉所在 不过 要说出玉脉分布的规律来 那就算是玉王爷也不敢断定的 他只能通过实体勘测 并且根据周围出玉的情况 大致的做出判断 昆仑山中的玉脉 毫无规律可循 有些深入到山石内数百米 有些却浮于地面 往下挖个三五米就能看到 这才催生了不少彩玉的富翁 像现在野牛沟里的那个矿点 就是在半山摇一处不深的岩壁里 被那浙江人无意中发现的 而庄瑞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岩壁 也是玉脉所在 并且位置更好 很易于开采 像那些处在山上的玉脉 因为要携带机械上山 非常麻烦 开采起来难度也大 每年都会有不少的采域矿工丧命在矿洞里 庄瑞只能看到岩壁十米之内的星星 不过在这十米之中 玉石的含量就有五六吨之多 从这点来看 这个玉脉应该是个大框 保守的估计一下 应该也在百吨以上了 从所能看到的玉石品质 是比白玉烧刺一点的青白玉 也是软玉食品市场上的主力 近些年来 青白玉雕的百件大兴起到 很多人购买了收藏在家中 要知道 现在软玉的价格也是节节攀升 虽然没有翡翠那么离谱 但总销量大 绝对是占据着玉石市场龙头老大的位置 百吨的玉矿 那就意味着数亿十亿计的金钱 这个诱惑对于庄瑞而言 也是很难抵挡的 怎么办呢 庄瑞的心中有些惶恐 先前发现玉脉的兴奋已经逐渐的退去 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了 让他放弃这个玉脉 庄瑞绝对是心有不甘 在昆仑采域的浪潮 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 这个玉脉早晚也会被别人发现的 自己不采 也是平白的便宜了别人 但是以庄瑞现在的情形 要独立开采这个玉矿 难度也是很大的 从资金上而言 倒不是问题 关键是他在新疆没有任何的人脉 这个玉矿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 想必会有很多的势力介入 到时候 恐怕带给庄瑞的不是金钱 而是灾难了 玉王爷 这个名字浮现在了庄瑞的脑海里 其实一早庄瑞就想到了他 不过要与人评分数以十亿计金钱的决定 并不是那么容易下的 以庄瑞算是比较甜淡的性格 都纠结了半天 才下了和玉王爷合作的决定 庄瑞还算是明智 知道有钱赚没面花的道理 如果让他独立开采的话 恐怕就是新疆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 他都应付不过来 但是和玉王爷合作 这些事情就不在话下了 玉王爷本身就是新疆域世界最大的一股势力 庄瑞蹲到河岛边 用清凉的细水冲洗了一把脸 用力的甩了甩头 恋恋不舍的看了一眼那个岩壁 反身向篝火出走了回去 现在他所要考虑的 就是以什么方式与玉王爷合作 并且还要找一个自己发现玉卖的借口 合作方式倒是好谈 庄瑞既然已经下了分出一半利益的决定 想必玉王爷也会投桃报李 到时候 大家各出一半的资金 开采出来的玉石利益也各占一半就行了 只是这借口不好找 总不能直接说 自己能看穿岩壁发现的玉卖吧 庄哥 你去哪了 我们刚要去找你呢 一个声音打断了庄瑞的思绪 抬起头来庄瑞才发现 原来采玉去的张大志几人都已经回来了 再看一下手表上的时间 庄瑞吓了一跳 自己不知不觉的 在那里居然待了将近两个小时了 没事 我睡不着觉 就往上游走了一下 你们的收获怎么样呀 庄瑞岔开了话题 这个玉卖矿 庄瑞肯定不会告诉眼前的这几个人的 以他们的能力 根本就无法保证 这个玉卖能属于自己 反而会将消息泄露了出去 话才说回来 大家合伙进山是采玉的 而不是来寻找矿卖的 庄瑞不说也是无可厚非的 嘿 庄哥 你的方法真好使 我们也捡到一些玉 虽然品质不怎么样 但是还能卖出点钱的 听到庄瑞的话后 张大志几人都兴奋了起来 把面前的框楼放倒 将里面的玉室倒了出来 三个人大大小小的 踩了有二十多块 有些还是罗玉 在篝火的映照下 显露出温润的光泽 庄瑞翻看了一下 心中不停哭笑了起来 这二十多块玉 最少有十几块 都是他先前看不上 没有捡的 没想到 居然还是被几人拾了回来 还要费力的给背出山去 只是庄瑞也不想想 这十多块玉 虽然品质一般 但是也能卖出个万八块钱 对于张大志等人而言 那可是往常一年的收入呀 啊 铁子哥 你们又捡到这么多玉呀 不行 明天我要接着去捡玉去 张大志的声音 把睡得正香的猛子给惊醒了 揉着迷迷糊糊的眼睛 猛子一眼看到地上的那堆玉石 眼睛顿时瞪大了 他可不清楚 这一堆玉石的价值 都顶不上他从河里 捡到那块玉的一小块 猛子 你明天看着这些玉就行了 这任务可是很重要的 要是丢了 或者被别人抢了 咱们可就白来了啊 张大志半真半假的对猛子说道 这些玉的价值 已经在百万以上了 没有猛子这样人高马大的家伙来看守 他还真的是不怎么放心 放心吧 张哥 有我猛子在 没人能抢走咱们的玉 听到张大志的话后 猛子把胸脯锤得真甜香 张哥 你困不 要是不困的话 咱们来把玉跪下泪吧 看着地上五颜六色的玉石 就连猛子现在也没了睡意 都围在了那堆玉石的旁边 对了 帖子哥 你看看这块玉 颜色怎么这么花巧呀 钟瑞想起了那块品质不错 但是颜色有些怪异的玉石 蹲下身子 正对块玉挑剪了出来 递给了帖子 这块玉的色皮倒是不错 玉的品质应该不会太差 不过这色有点太杂了 雕刻的时候很难搭配 如果能搭配好 就是个精品 否则的话就会废掉的 帖子不愧是玩了十几年玉的人 一眼就看出了这块玉的优劣来 新疆玩玉的人 最看重的首先是羊枝白玉 其次是白玉 然后是极品墨玉 或者高品质的单色玉 对于庄瑞这块有多种颜色的玉石 倒是不怎么在意 这样啊 帖子哥 大致 王妃 你们看这样行不 这块玉我很喜欢 拿回去找人刁装一下 不过咱们说好的 采刀的玉大家均分 这块玉我要了 剩下的那些 就由你们来分吧 我那份算是大家的了 庄瑞沉吟了片刻 说出了上面的这番话 其实在他的心里 还是认为自己占了几人的便宜了 毕竟这块玉是色皮没有解开 帖子并不知道 这块玉的玉肉 比猛子食道的那块白玉的品质 还要高尚一些的 很多人对于软玉的认识 都会认为 羊之白玉是最好的 其实不然 有些极品的墨玉和碧玉 价格都和羊之白玉差不多 而最为稀少的极品黄玉 由于黄玉为黄的谐音 其价值都能高出羊之玉数十倍以上 不过帖子他们 就算知道这块玉的品质不错 也不会怎么在意的 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是白玉最好 这杂色的玉是很难出手的 不行 庄哥 那块玉你留着 但是分子钱也必须要 没错 大致说的对 庄兄弟 你既然喜欢这块玉 就留着好了 不用算在咱们合伙彩头的玉里面 不过你那分子还是要拿的 不然我们回去 也没办法向玉王爷交代呀 而且也会被人指着脊梁鼓骂的 对于帖子和张大志的话 王妃和猛子在一旁 都是连连点头 就凭现在地上的玉石 要是论贡献的话 猛子绝对排在第一 他那一块玉石就值上百万了 而其次就是庄瑞了 那十来块玉料 也能值个五六十万的 至于帖子他们所采得的玉料 其价值不过几万块钱而已 如果就因为庄瑞拿了一块 无关轻重的玉料 而不给他分子钱的话 那回去之后 肯定会被别人鄙视的 估计以后也不会再有人 与他们合伙彩玉了 第270章 合作 这些以后再说吧 大家先休息吧 我的意思是 明天咱们再去河边看看 要是收获不大的话 就出山吧 庄瑞此次跟着进山 原本就是想见识一下采玉的 现在目的达到了 还发现了一个玉脉 实在是没有必要 再待在山里了 要不再找一找 晚几天再回去吧 咱们带的食物 还能撑半个月的 张大志有些犹豫了 来到的第一天 就有这么大的收获 他想着 是不是能再找一些 高品质的玉料来 他刚才还在和王妃商量着 回去卖掉这些玉之后 就一起回四川 也许 这次是他们最后一次采玉了 一旁的帖子听到张大志的话后 摇了摇头 说道 我同意庄兄弟的话 这采玉靠的是机缘 向我进山十多次了 也不过赚了有七八万块钱 并不是说 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 就能找到玉的 帖子是老采玉人了 他说出的话很有分量 张大志和王妃想了一下 也点头同意了下来 毕竟这次的收获 足以让他们回到家乡 盖个大房子 娶个老婆的了 第二天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帖子和张大志等人 就爬了起来 摩黑去河边 开始找玉了 张瑞和猛子 当时看守着石道的玉 并捡了一些干枯的树枝 接了河水 烧开之后把风干肉和大饼都泡在里面 做起了早饭 张瑞对于采玉的兴趣不是很大 吃过早饭之后 又转越到了河道的入口处 看着从高耸的雪山上崩流而下的溪水 还有那犹如是鬼斧天宫一般开凿出来的勾芡 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玉脉是发现了 但是必须要找个说辞才行 这玉脉是隐于山体之内的 而不是露天的 仅凭张瑞空口白话 玉王爷也不会相信了 那是什么 看着面前激流而下的溪水 庄瑞突然被山体岩壁旁边的一块石头吸引住了 那是块花岗闪藏岩体 和岩壁内包裹住浴石的石岩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块岩体里面并没有浴石 可能以前也有采玉人来过 岩体明显的有被开凿的痕迹 往内挖下去了一米多深 估计那些人没有发现浴石之后 认为这块石岩也是被从山上冲下来的 并没有对石岩旁边的岩壁去勘测 要知道除了炸药之外 携带开山的设备进入到这里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这块岩壁是千百年来山洪冲刷 被溪流从中间硬生生的翻成了两半 从那断面也可以看到 并不像是有翡翠的样子 所以也没有人敢冒大不韦 用炸药去炸开这个山口河道 阮玉的形成是花岗闪藏岩体 与白云岩接触产生一系列的接触变质岩系 白云岩变为白云石大理岩 岩将晚期热夜 沿白云石大理岩的构造裂系通道 发生交代作用之后 才会形成软玉 也就是说 一般存在花岗闪藏岩 或者是白云岩的时候 往往就会有玉脉的存在 那块岩壁旁边的花岗闪藏岩 之所以被人开凿过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而后面来此采玉的人 见到开凿的痕迹之后 对这里的关注也就变得小了 回去就说 自己是根据那块花岗岩 判断出这地下曾经有岩浆流动 形成了玉脉 专瑞给自己发现玉脉 找到了一个理由 虽然有些牵强 但是等到挖开那个岩壁之后 相信别人只会认为 是自己的眼力高明 而不会有别的什么想法了 拿出相机 专瑞把河道两边的地形 还有那块被开凿过的花岗岩 都拍了下来 等回去之后 这些照片就是说服玉王爷的屏障 就算是他还不相信的话 专瑞就准备由自己出资 找人来开采 等开出玉石之后 再与玉王爷谈合作 只是那样的话 专瑞所要占的股份 就不会是一人一半了 帖子他们只当专瑞是城里人 近山来图个新鲜的 对他四处拍照的行为 并没怎么在意 一天很快的就过去了 只是众人的收获 却并不怎么理想 只找到三五块品质很差的清郁 连帖子这样的老彩羽人都看不上眼 既然晚上商议了一下 决定第二天早上出山 出山的时候 走的是另外一条道 不用绕过死亡谷 但是路程多了半天 等回到那个中转站 已经是三天之后了 中转站有两辆中巴车 是专门用来运送山上下来的采鱼人 回到和田的 不过和城市拉克的私人中巴一样 人坐不满 他们是不会开车的 周瑞等着有些不耐烦了 干脆和车主谈了价钱 包了一辆车回到和田 铁子等人也没有意义 毕竟山上带着价值上百万的鱼石 早点回到自己的地盘 心里才能安稳下来 经过四五个小时的颠簸之后 庄瑞终于回到了狱王爷的庄园 距离他进山 整整过去了一个星期 阿迪拉看着面前胡子拉叉 头发脏乱 身上的牛仔裤 更是被磨出了几个洞的庄瑞 脸色凝重的问道 小庄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你能确定吗 阿迪拉刚才正和古天锋 品着去年刚酿造出来的葡萄酒的时候 被庄瑞击重重的找上来 告诉他 发现了一条玉脉 对于庄瑞的话 阿迪拉的心里 没怎么当回事 要知道 昆仑山出狱的地方 阿迪拉几乎都走遍了 他不相信庄瑞第一次进山 居然就能找到玉脉 小庄 这可不是小事呀 你根据什么说那是条玉脉呀 古老看到庄瑞现在的狼狈模样 递过去一杯红葡萄酒 师伯 没把握我会乱说吗 你们看 庄瑞把数码相机拿了出来 将自己所拍的那块岩壁 支给两人看了一下 嗨 你说的是这里呀 小庄 那不是玉脉 而且那块石头 也是被从山上冲下来的 看到照片 阿迪拉的表情轻松了不少 不以为然的笑了起来 野牛沟他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了 一眼就能看出照片上景色的位置所在 那条河道里的确出过不少的玉 但是都是从山上冲下来的山流水和紫料 应该不会有玉脉的存在 田伯 我说的是这里 庄瑞把手指向相机中岩壁的位置 我怀疑这条玉脉就在这烟壁网里纵深的地方 因为在河道出口那里的山岩 有点像白云岩 也就是说地壳变动之前 这里是地下岩浆的流经之处 存在玉脉的可能性很大 庄瑞的话 让阿迪拉的神色又重新变得凝重了起来 这条河道 他虽然专门去考察过 但是对于河道口的关注并不是很多 这也是出于灯下黑的缘故 越是显眼的地方 越容易被忽视的 这倒也有可能 距离这里不远的马卡峰上 已经出现了玉脉 现在正被人开采 这里形成玉脉 倒也说得过去 只是 阿迪拉看着相机上的照片 眉头皱了起来 天伯 怎么了 咱们可以先从岩壁这里开进去 看看里面岩石的结构呀 小壮 现在是夏季 正好是山洪爆发的季节 现在这只是个溪流 再过上一段时间 恐怕那条峡谷 有一半都会变成河道的 开采起来难度很大 除非在山脚下截流 另外炸开一个河道出口 阿迪拉对那里的地形很熟悉 对昆罗山的气候季节变化 更是寥如指掌 夏天多雨 只有一场暴雨 就能引得山洪下泄 到时候根本就无法在那里进行开采的 庄瑞以为 阿迪拉是怕出钱出力 但找不到欲卖 于是说道 天伯 那就炸开一个河道出口好了 这钱我来出 阿迪拉看到庄瑞的样子 笑了起来 说道 你这小家伙 信心很足嘛 这前期的准备 可是不少花钱的 光是人力和设备上的开销 就要几百万呢 你不怕打水漂了 他可是个财主啊 几百万对他来说 菩萨什么的 阿迪拉老哥 你看有谱吗 古老爷子也笑了起来 他对于玉石的开采经验不多 不敢妄想结论 很难说呀 不过只要从这里开出个二三十米的坑道 看一下里面的岩石层就知道了 阿迪拉回答完古老爷子的话后 把脸转向了庄瑞说道 小家伙 这样吧 我也不占你的便宜 我出设备 你出人工钱 咱们在这里先开出个坑道看看 如果真有郁卖的话 接流改道的事情我来做 需要投资多少钱 咱们各出一半 股份各占百分之五十 你看怎么样 庄瑞想了一下 说道 行 就按田伯说的吧 不过玉石开采出来之后的销售 我是不管的 我这股份就当是风险投资了 田伯你每年给我红利就行了 阿迪拉文言大声笑了起来 万一有郁卖 他还真怕庄瑞这个小年轻 到时候在里面指手画脚的 于是说道 行 就这么着吧 你小子去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咱们就进山 阿迪拉能在新疆的玉石界纵横数十年 也是个敢作敢为的性子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马上就站起身来 去召集人手做准备了